4月21日,欧阳振华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一条视频,但尽管欧阳振华衣着宽松,也不难发现他凸起的小肚腩,整个人比之前明显发福了不少,他脸上的肉也有些下垂,双下巴十分明显,给人一种肥头大耳的记事感。 其实,欧阳振华早些年,在TVB拍过好几部大火的剧,演技方面,他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。欧阳振华原名叫欧阳耀全,本在演艺圈岌岌无名的他,听了改名后爆红的朋友的建议,也去找一位大师改了名字,之后的事业便是风生水起,甚至红过刘德华。 改名之后的欧阳振华,从跑龙套的演员,变成了一号黄庭的男主角,之后的他,还出演了多部绿症类题材的电视剧《如洗冤露》、《法正先锋》等等,他也凭借精湛的演技,获得了势地的称号。 最近,欧阳振华的新剧《火急办大事》正在热播中,口碑也十分不错,59岁的他被爆出,靠吃虫草养生,希望他能身体健康,给大家带来更多好作品。